上大學的時候你會專心念書 應該也是會 當然你也會開始會玩 然後就會到處跑 而且你現在的話出去玩 除非爸媽載你一罐的話 你應該是去那種公車或捷運到兩個地方 那你上大學就麻煩 就開始換學 或者是你就會有人有摩托車或有車 然後就會跑到很遠的地方 然後跑到捷運就不開了你還沒回家 這就會衍生很多複雜的問題 然後就開始會有人會去一些地方 像搖冰山就有很多人去 那搖冰山如果去的話 騎摩托車的千萬要小心 為什麼 因為那邊很冷 那邊喔 東北京都來的時候 你不要想說大概不到一千 又不是幾百公尺而已嗎 很冷很冷 而且它一陣霧來喔 那個能見度很差 我這樣到門口等那個車 你可能就看不見了 非常恐怖